基隆的改变不可以走回头路 拜托大枪 全地宁悠昌跳投蔡思应 拜托拜托 车水马龙的下班时刻 熟悉的声音出现在 基隆市安乐区长庚商圈街头 基隆市长宁悠昌化身超级助选员 亲自拿着麦克风 与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思应 及安乐区三位市议员参选人 沿路向店家民众拜托支持 看到市长亲自前来拜托 民众既惊喜又感动 直说一定会支持蔡思应 谢谢 拜托 谢谢 安乐区蔡思应 起步秦新出来 谢谢 拜托来 起步秦新出来 谢谢 拜托 谢谢 谢谢 组统 继续努力 有啊 当公元的啊 有啊 市长啊 市长 我早就认识他 做得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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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对啊 这一来一来 我们三号蔡思应拜托大家 拜托大家 肯定林又昌票投蔡思应拜托拜托 扫揭途中林又昌还意外碰到台大学长 只夸林又昌做得真的很棒 让基隆蛻变成功 这是最后最后的 谢谢 他做得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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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把基隆市的负债减了40% 真的啊 真的啊 对啊 真的啊 所以哦 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成立 对对对 转硬转硬啊 对 真的真的 之前是负120几亿 现在已经剩不到68亿 所以我们现在这几年基隆 进步改变很多 我们还把负债把它剪下来 牛昌也趁机向市民报告 这几年基隆市政府努力的成果 不但负债大减4成 还把基隆市从末段班拉到前段班 这段期间 在立法院协调中央提供资源的蔡思应 功不可没 因此期盼透过扫街拜票方式 面对面让市民更加清楚 这个地方以前也不是这个样子啊 那这个八年来 我们陆续推动的包括 迈金路的这个示范道路 还有包括我们的安乐派出所的一个迁移 让原本这个路口最庸涩的一个交通问题 得到这个大幅的一个解决 那另外包括我们安乐路 的一个道路的一个改善 以及安乐路的天桥的一个拆除 我相信都是我们 这个安乐社区长庚商圈 很大的一个蜕变跟进步 另外还包括安乐社区三崎 大家最喜欢的青子公园 现在都是每到假日跟晚上 都很多小朋友亲自在那边活动 所以整体来讲周边的一个环境改善非常的多 我相信这一定可以争取到 我们安乐区 市民大家的一个认同跟支持 不管是饮料店 机车行 药局 知名眼镜行 还是餐厅小吃店 牛昌带着蔡司印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努力握着每一双手争取支持 连过马路都不忘向来往车辆喊话 拼拼扫街的结果不到一个小时 牛昌不但携带松掉 连衬衫都湿透了 让民众看得相当感动不舍 更有摊商直接送上包子预祝告票当选 持续扫街拜票超过一个小时 刘昌却越喊越有精神 他说因为握到每一双市民的手 所传递的温暖与支持 让他与蔡司印更有力量 继续向前行推动市政 这个就是我们每天在街头努力的 真实的一个状况 那我觉得握到每一双我们市民的手 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温度 也可以感受到他给我们的鼓励跟支持 这个很温暖 所以再怎么辛苦再怎么累 我想我们都会有更大的一个能量 来这个往前冲 那也会把这样子的一个力量 转化成市政的力量 来推动基隆市政的一个发展 这个就是我跟蔡司印这六年来 我们攜手合作的一个初衷 也是一直以来我们就是这样子做 所以你看我全身都已经湿透了 对啊 适应应该是湿在里面 应该是湿在里面 对我们真的很团结也很加油 希望大家给我们支持 谢谢 谢谢 白天视察工地拼市镇 晚上街头扫街挺候选人 被市府同仁戏车已经变成 人肉扫地机的李又昌强调 这次选举虽然竞争激烈 不过他很有信心 因为这八年来基隆的改变 有目共睹 相信市民一定会做出最好的选择 支持蔡司印接棒 带领基隆市不走回头路 继续向前行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道